醫師沈正南針對虎林專案抨擊是在亂槍打鳥 他說柯市長有自己的專業判斷怎麼走回頭的老路 但用區域普篩又沒有強制力很難把黑樹揪出來嗎 這是這樣啦 還是因為我們有Google Map 所以我們還是會說熱區的地方才值得去做普篩 如果那個地方在 過去一個月完全沒有感染的案例 你現在做普篩那當然會被人家嘲笑 亂做沒有必要 所以 但是這樣啦 一開始我們案例很多的時候 我們當時是有症狀的才請他來急診處篩檢 等到數量少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精準的那個疫調 等到數量Case更少的時候 我們就說這個地方有一些Case 我們就要求那個地方全部做普篩 所以應該是這樣啦 在不同的階段 你知道 當戰略戰術的目標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那個執行方法會不一樣 所以 我認為這個我們到現在為止還是按照 科學的精神在做 所以 我們也沒有說 被 其實我最大好處你知道 就是不會說因為媒體攻擊 那就突然 違反自己這個理性務實科學的原則 這還好 我們還是會 會堅持這種 理性務實科學的態度來處理疫情 這次我們在說什麼 很聰明 其實我們得真在說什麼 我不要知道 我們也要不要聽到 這些人都聽到 所以我們把 küç份 得密 有 它